春耕开始喽 农户都开始动起来了 我后面这块地呢 是在我们农场的一个邻居 他承包了有一百多亩地 人家的种植方案非常好 有很多农业技术知识 来源于农民 来源于农户 这些东西不是说课本能学到的 好比这个农户 他们在现在种的是糯玉米 春天种的糯玉米 覆盖地磨去种植 但是呢 人家覆盖地磨的情况下 采用的是宽航去种植 为什么要采用宽航种植呢 是因为等他们的糯玉米 香玉米开始上市的时候 这时候他们在下边 也就是那一个 两行玉米之间的笼里面 去种豆角 去种豆角 然后豆角呢 会顺着这个玉米杆 会顺着这个玉米杆 往上爬 省去了人工大架 并且可以有效地降温招音 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 是值得进行推广的 你算一算 这通过养这一百多亩豆角 如果咱们不说其他的 就简单地搭这个 豆角架子 你需要花为多少人工啊 但是人家就利用了上一茬 春玉米宽航 这个春玉米的玉米杆 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并且还多收了一茬 看一看我们玉米这个 翻新门长得咋样 这苗子还可以啊 用这个猪肝挑了使用一下 这个苗刚倒栽了一会儿 它这个根性还没有抓牢 静杆还是非常弱 你稍微一撒水 有可能都趴到那了 趴到那以后 它这个椰片 就容易沾到这个极致上面去 你看有些撒完水以后 它可以站起来 但是有些比较弱的 还是站不起来 还是需要人工 助推一把 看这个都沾上去了 诶对这样摊起来了 早每天这样 坚持个十天左右 就没事了 实际上做农业还是很辛苦的 如果你沉默瞎心 你根本都做不成 为啥现在说年轻人都不愿意干农业了 就是原因 现在人也有点太浮躁了 你看 光这个环境都干不成吧 还需要拿个棍 一点一点挑 下午三点多 四点 开始捞塑料补了 盖住了 早上想开浇水 你看晚上为了怕冷 还放有这个 看见了没 低温线 加热的 放这晚上温度低于15度 农业啊 现在变成一个老年人的天下了 年轻人是不干了 清明前后 中瓜中豆 马上要清明节了 有朋友说 这个 现在想去种豆角 行不行 豆角啊 实际上它对温度 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虽然说你现在种豆角 可以发芽 但是长出来以后 它生长这块 不会很好 你想 豆角的种子一般 不低于10度 啊就可以发芽了 但是 它发芽以后 它正常生长 要求温度在15度以上的 你低于15度 那苗子很细 啊也不是慢 所以说呢 你最好 夜晚温度 啊就是保证它出苗以后 夜晚温度不能低于15度 啊 这样去算 你这个播种时间 啊 比较科学啊 啊 特别想种这个 枣豆角的 当然了你如果 付地盘情况下 可以 按照预算 7000个 一个礼拜 付地盘情况下 啊 这个是 没有任何问题的 啊 不过还要记录一点 就是豆角 啊 啊 还不耐高温 白天最高温度 别超过35度 超过35度以后 一个是 就是 落花落尖 啊 这个是 比较严重的 啊 再一个呢 它整个生长 也是受到移植的 所以说我 如果我们想去中豆角 啊 温度管控 是至关重要的 尤其是早春和晚秋 这两叉 那个早春 预防的是低温 啊 然后晚 晚秋这块预防的是 前期高温 把这个温度管控好 你逗一拨 才能种出来 啊 特别是家庭 啊 小院里面 种个120克那种 你更要记住 你这个温度的管控这一块了 老朋友朋友们大家好啊 本期我们又见面了 这期啊 我想给咱们朋友们呢 就是谈一谈啊 在种植番茄这一块上 有做错的一些地方啊 比如说 番茄呢 首先开花以后 这个呢 已经有营养生长 就转生殖生长了 而咱们农户啊 在用肥上啊 去往往呢 习惯性的用一些 平衡肥啊 或者要么是 以蛋肥为主啊 这个是咱们农户啊 存在的第一个误区 首先呢 这个番茄一般 开花挂果之后 我建议咱们农户啊 就要去使用 以高甲肥为主啊 在这个配方上 咱们呢 就可以去选择 20个蛋 10个零 30个甲 这样的一些 低度的一个 烹果肥 或者说呢 去选用高度的烹果肥 都行啊 但是这个时候呢 千万呢 不要再以蛋肥为主了啊 这是第一个误区 第二个误区啊 就是咱们农户呢 往往呢 习惯性的一直去 在番茄整个生育期呢 去使用大量元素肥啊 而像一些中微量元素肥 呃 压根呢 就不会考虑去用 但是殊不知呢 这些中微量元素肥呢 实际上对番茄影响呢 也是比较大的啊 呃 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像这个缺钙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番茄呢 不管是在夏季 或者是冬季 番茄这个裂果 这个情况 就会出现 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这个 缺芯啊 当芯缺少以后啊 呃 大家可以整体看 就是说 番茄这个椰片 整体呢 就是小 斩不开 这个缺芯呢 往往也是咱们有时候啊 当出现病毒病以后 呃 必须要用到的一个中微量元素 就是要用芯啊 去迅速的补充椰片 这是芯和钙 还有一个呢 就是铁啊 整体如果说咱们农户啊 发现椰片整体发黄以后 呃 你要考虑两种元素 第一个是氮元素 呃 第二个呢 你要考虑是不是缺少了这个铁肥啊 铁肥啊 呃 呃 缺少铁以后呢 咱们可以去用硫酸亚铁去补充 呃 芯呢 就是硫酸芯 这个钙呢 咱们农户呢 可以去使用绿化钙啊 然后加水以后 使用绿化钙液 或者呢 去使用糖醇钙 凹合它的钙肥啊 都行 有一些朋友跟我说 自己种番茄苗 然后更不活 容易死 实际上番茄 是最好活的 一个作物 好活到哪种地步呢 你掐一个岔 然后栽到这 它自己就开始生根成活了 这番茄啊 看 再一个岔 再一个岔 再找一个 因为我们经常打岔 所以说岔不多 三个 再一个 四个 五个 这是刚弄的这个番茄叉 然后我们把它栽到鸡汁里面 直接插进去就行了 有条件的话啊 你可以去 蘸一下根 用生根剂蘸一下根 没有生根剂的话 你直接得插到这 好以后 浇上水 一定要浇透 这就可以了 在暗苗以后 然后你用一个 就是遮挡一下光 遮挡三天都行了 遮挡好 这当好以后 然后你再那个 坚持 每天浇水 一个礼拜左右 就可以扎新根 二十天左右 你就可以移栽了